我们讲一下这个CAM的这个总形协议 我们前面历史前面介绍过这个是这个CAM的这个历史 这个CAM首先是由博士公司在1983年 他专门针对这个汽车应用而开发的 由于他的优越性得到了大家的广泛认同 所以在1993年也就是十年之后 RSO组织将这个标准引入之后 颁布了一个称之为国际的标准 CAM国际标准称为RSO11898 好那么我们这里要了解RSO是个什么东西 RSO实际上是一个国际标准化的组织 我们这个英文单词叫做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ganization 一个国际的标准化组织 那么国际标准化组织做了很多国际标准化的工作 不单是在我们这个软件 像我们这个软件 通信网络等等这些做了很多的标准 同时也在这个比如说其他的领域也做了很多国际性的标准 那么在这个里面 你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以太网 包括这一次我们讲的CAM总线 实际上国际标准化组织 它都定义了一个我们称作为OSI这样的一个模型 OSI基本参照模型 它是根据这个理论上的一个探讨 那么OS模型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 OSI就是OpenSystem Interconnection OpenSystem Open是开放的 System系统的 开放之间开放的系统之间的 Interconnection 互联 这就称作为OSI 就凡是涉及到大家之间相互要连接的相互要通信的 我们都可以把它定义为定义到OSI基本参照模型里面 好 那么RSO在这个 这个国际化表标准值在这个开放式互联这个里面提供了什么样的参考模型 它提供了以下参考模型 他认为所有的这个开放式的这个数据之间的通信 它应该来讲都去按照理论上来讲应该要有七个层次 这几个层次由下往上就是物理层 数据电路层 网络层 传输层 绘画层 表示层和应用层 也就是七层协议 那么这七层协议里面 其中数据电路层和这个物理层一般来讲都是由硬件去完成 有硬件直接完成 那么网络层和往上走的应该有软件协议 专门的软件去完成 就进行了一个明确的分工 所以这就是我们著名的OSI产种模型 那么各个层里面各自复制一些什么事情呢 我们首先从第一层来看 作为一个物理层 首先就实现一个物理的连接 这个毫无疑问 他说作为一个任何一种总线 任何一种通信 你首先要规定通信时候 你使用了什么样的电脑 你是用双九线 是用同轴电脑 还是用其他的等等 你要确定一种电脑 好连接器 电器信号规格 那么这样才能够保证你这件设备 在物理上可以通信 这是物理层要定义的 好 那么数据电脑层要定义的是什么内容 将你在物理层里面收到的信号 这所谓的这个未序列 那么组成一帧帧的有意义的数据 那么同时你还要提供这个传输错误控制等数据传输控制流程 比如说数据传输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一些错误 你如何进行控制 等等 那么这个里面就包括很多东西 你比如说访问访问数据的一些方法 数据采用什么样的格式 通信 采用什么样的通信的方式 连接控制有什么方式 你有哪些同步方式 进行同步 信息之间同步 你有什么样的检测方式 你有什么样的硬打方式 你的包 你的真的构成 你每一个位的调制方式 这些都是你在数据电路层的时候 你必须要定义好的 那么有这两层你定好了 那么真实的一个硬件控制 就是我这个数据可以发出去了 那么至于数据发出去之后 再往上走 一个是网络层 那么网络层就进行什么 数据传输之间的路由的选择或中继 你说信号在传输的过程中 你是有很多的地址的 对不对 你有很多的目的地 那么你又走某一个路地 你可能有不同的路径 比如路由 然后你在走的过程中 信号可能会衰弱 那么你又加增加中继 将信号增强 那么这个里面路由的选择 就进行数据的交换 还有地址的管理 通信地址的管理 这是网络 网络告诉我 你每个数据往哪里走 怎么走 那么在怎么走 往哪里走 这个问题解决之后 就有一个 之上就有个传输层 那么传输层主要是用来保证传输的过程中的一个品质 你比如说数据在传输的过程中的 它这个自然而然的这个讯息 因为你在传很多的数据过程中 你一般是将这个数据打成一个一个一个的包 那么一个个包是单独的什么 传的 那么在这些包你打你打伞之后 这些包到了目的地 那他们的迅速是不一样的 有的可能在后面的包怎么办 还可能先到 这都有可能 对不对 然后有的包在传输的过程中怎么办 发现了错误 传的传输觉得被干扰了 丢死了 所以这个里面传输的时候 你必须是传输层 你必须考虑这些问题 那么传输的一些讯息 固有原有的一些讯息是什么 我要知道 传输中有哪些发生的错误 然后错误怎么恢复 怎么把这个错误解决 以此来保证通信的一个品质 那么这个里面 就是我们讲的传输层来解决的问题 它要保证这个传输过程中是可靠的 传输的过程中是有序的 这要解决这个传输到过程中 这个信息的完整性和通信 好 那么在这两个层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两层里面解决了这个 很大的问题 就是在软件上如何通信 以及如何完成一个可靠的通信 而这里面就告诉我们 两层告诉我们 如何实现什么 硬件的信号的传输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就进入到这个绘化层 那么绘化层就可以什么 建立绘化式的通信 所谓的绘化式通信 就是有两个很远的很远的这个数据 你们在传输之前 数据在传之前 你们应该有个绘化过程 比如说就像打电话一样的 你真正在说话之前 你首先要拨号 对不对 拨完后别人又怎么办 确认接听你的电话 然后你们才能建立什么 真正的数据的通信 所以绘化层就相当于这个拨号和确认的这个过程 对不对 这些我完成一些控制信号的传输数据正确的接收 好 表示层 所谓的这个表示层就是我们在数据在通话的过程中 在整个传输包括绘化的过程中 我跟你绘化 然后你确认了 然后两个人就开始进行什么数据的双向的流动了 那么这个这个过程中 有时候你希望你这个所有的事情是隐蔽的 或者说你事情是希望什么有些特殊的格式或者怎么样 那么这个都是在表示层 表示层就进行数据表现形式的转换 你比如说你这个数据形式里面 你可以以数据压缩的格式进行传输 这样可以提高这个速度 你也可以用加密的方式 以保证你这个通信过程中防止信息被人窃听拦截 你也可以设置一定特殊的一些内容 等等你希望进行一些数据形式上 人为的进行一些变化或者转换 那么这个都是表示层的这个内容 你这个表示层 好在这个所谓的下面的六层的基础上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应用层 应用层就是说你各种实际的应用提供可以利用的服务 你具体怎么用那就是你用 你去用了 你比如说我们打电话 你是用手机跟固定电话打电话 这是一种应用 那手机跟手机打电话 这也是一种应用 你是用传统的电话还是用什么 比如说用什么 其他的方式 你比如说你用这个这个这个Skype Skype还是用这个这个微信等等 这个属于你的应用层的问题 对不对 你是用什么方式去 那就是你看你用什么样的服务去做到 对不对 这个里面我们就讲到了整个通信 它就分为这七个层次 这个层次我们就称作为OSI 基本参考模型 所以说这个OSI基本参考模型 在很多很多的地方都会提到 只要现在涉及到这个很多这种复杂的一些通信的协议 你都很多时候你就会提到 看到这个七层的协议 那么七层协议定义了一种国际化的标准 那么具体CAM是怎么做的 那就那就根据CAM总线的一个使用范围 和它的一些具体的内容 它来进行详细的每一层 我这个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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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有的时候 他们会这几个我把它合成一部分 这个我合成一个 这个我合成一个 这都可以 都可以 去怎么做 那是个人是 但是你基本上要参考这个总体的 参考这样的一个思路 这就是我们定义的rso-osi模型 好 我们接下来来看看CAM总线是怎么样定义的 CAM总线也定义了以上几个层次 几个层次 那么我们来看看 这个CAM总线在这个上面的这个层次 它没有去明确规定了 但是在下面的这些东西 它都有明确的规定 第一物理层 物理层它定义了未编码的一个格式 采用的是rj方式进行编码 六个位的这个插入和填充 所有采用编码的方式 是这种方式 它的未时序 那么它有专门的未采样数 这个也可以有用途选择 那么同步方式它采用的是这个同步段来进行同步 我们后面会发现有一个我们称之为时间戳 时间戳就是用来同步的一种方式 我们信息同步的一种方式 好 还有这个第二层 这个控制电路层 就是MAC MAC 就是什么 控制数据电路层里面的 数据电路层里面它分为 现在要标准上来又分为 MAC和LX 这个都是属于数据电路层的 那么只是数据电路层里面又细分了 那么MAC它是属于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英文单词就是median 媒体 median access access是访问 媒介访问 control 控制协议 median access control 就是媒体访问 所有的媒体就是下面什么 这个都叫做媒体 对不对 媒介 对吧 媒介 就是传输 这个硬件上传输的这些线啊 都是媒介 媒介这个访问控制 那么它怎么个设置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比如说消息是有哪些帧 在CAM里面我们定义了很多帧 有数据帧 有遥控帧 有错误帧 有过载帧 也说你这个协议里面我定的 我根据我这个现实的需要 我需要这四个帧 四种格式的帧 我对每一种格式的帧 我都进行定义 传输连接的方式 你这个连接 你这个多组连接 你们采用什么样的方式 才组这个竞争 占用主线的方式 谁ID 优先级最高 谁去抢的 是支持多点传输 对不对 这是我们这个定义的 那么数据 当数据在抢的过程 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办 告诉我 根据中材 那游行级高的ID 继续发生 那么故障扩散 有什么样的机制 告诉你 故障扩散可以 自动判别暂时的一些故障 和持续的故障 有持续的故障 可以采取排除的方法 那错误之间怎么通知 有哪些错误怎么通知 有CRC教验错误 有填充位错误 有位错误 有回应错误 有格式错误 那么这些错误都有一些 原格的定义 错误之间如何进行监测 那么所有单元 它自己都有监测功能 它采用什么样的应答方式 采用应答和非应答两种方式 它的通信的一个方式 采用什么样的通信 我们采用半双公通信 这些都是我们讲的 这个MAC的定义的一些内容 也说在CAM中 我就是按照这边 这样子的 你每一个东西 我这个CAM都有个具体的 解决问题的办法 你比如说我这个用什么样的针 我就告诉你用四种针 CAM用四种针 用什么连接方式 我告诉你用近针的连接方式 然后LLC也是 这个数据链路层里面定义的 然后LLC是什么意思 LLC 两个L 那么第一个L是Logic 逻辑的Logic 第二个L是Link 第三个L是Control 逻辑的连接的控制 就是逻辑链路控制 Link是链路连接 对不对 逻辑的链路控制 那么逻辑的链路控制里面 做了些什么事情 当数据 数据你这个错误如何进行恢复 什么恢复 当通信发生错误 就再次发送一下就可以了 过载怎么通知 过载 然后接收消息 有什么样的选择办法 选择 我们这里面的选择办法 CAM主任是采用消息的过滤 过滤计时 也就是消息本来就支持 广播点对点的连接 这都可以 在接收的地方 我只是对信息的过滤 过滤通过了 我就把它收下来 过滤不通过 我就把它扔掉 这是数据链路层里面定义的东西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这两层定义的东西还蛮多 那么网络层 暂时它就没有管 因为网络层是关于路由的 对不对 路由 路由和什么 这个方面的东西 那么我们网络主要是路由 那么我们这个CAM主任 我们前面讲了 我们不提供地址 对不对 我们提供ID 我们的ID不是地址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会发现网络这一层 它没有定义 没有定义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直接到了什么 传输层 传输层就告诉我 传输 传输层是保证通报质量的 大家告诉我 当我再 再发送控制这块 可以尝试 你可以发送不成功 你可以尝试再发送 不成功可以再尝试发送 也就是你要保证什么 数据一定什么 发过去了 你宁愿多发送几次 你也要确认对方发送了 那么对方如果发送成功了 的话 它应该就有一个回复信号 告诉你 我已经发送成功了 就有一个X信号 我们这里就有个应答方式 应答好了 那么传输就OK了 所以我们会发现 CAM主线实际上 它定义了几种 定义了物理层 定义了数据电路层 定义了传输层 这三层的协议 那么至于这个网络层 它不需要定义 这个上面那么是用户来决定的 你来使用 你来你来决定怎么弄 反正我就定义到第四层为止 你再怎么使用 那是你的事情 你至于利用我的CAM协议 怎么样实现一个很好的推广化 怎么实现数据之间 你进行加密 那是你的事情 然后你打算怎么个使用 那都是你的事情 我们不做任何 这个就是他不做 这些都是留给用户来判断 好 那么我们会发现 CAM主线 它就做了这四个 这几个重要的一些定义工作 那么具体我们来看看 CAM主线里面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关键的 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内容 全帮你全部讲完 那么关键的什么真 这里我们要讲一讲 还有它这些中裁的方式 这里 对不对 对不对 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 我们都要具体的讲 有的时候 像这种这种什么 这种真 我们可能在作为一种普通性的知识 我们在前面就讲 你像有一些这种 这个所谓的未时序 同步方式 电码方式 这些 这些东西 还有应答方式 这些我们都会在具体的stm32 像这种stm32里面的 32里面去讲解 也就是我们到具体的内部 再去讲它采取什么样的变化方式 所以我们这里面的知识 我们分成两个大块 那一块作为基础 前面就讲 然后有的知识 我们在具体到stm32的cam里面 再具体去讲解 因为那样会更有针对性 好 我们来看一看cam总线的一个协议 那么作为这个cam总线啊 实际上来讲 它经过标准化之后 它定义了两个标准 一个叫做rso11898 一个叫做rso11519 两个标准 那个519两个标准 它们对这个数据电路层的定义是不同的 但是物理层呢 两个是一样的 物理层是一样的 那么关于这个rso11898 它实际上它的通信速度定义的是125kbps到1兆的这个cam高速通信的标准 高速通信的标准 那么11519呢 它将速度降下来了 它是在125kbps下的cam低速的通信标准 那么11519的话 它速度降下来 那么它有一个更大的优势 它的通信的距离可以提高 提高很快 那么这个标准满足了低速 远距离的一些通信控制 对不对 好 那么这里我列了一张图 其实从原则上来讲 不管是哪一个标准 通信速度 我们通过这个图可以看到一个规律 通信速度越高 越快 越快 那么实际上它的线长怎么办 就越短 也就是说 通信速度越慢 线这个可以通信的距离也就越长 通信速度越快 通信距离也就越低 也是这么一个规律 大概的一个变化的曲线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变化曲线 这里很陡的一个变化曲线 那么至于选择什么样的通信速度 什么样 比如说我选择125kbps 那么它有两下理由 也两下选择标准 也说你在使用真正的 看目总线的时候 你肯定是想 肯定是将这个局总线定义 定义一个统一的规定的速度 我们前面讲了 只要挂到看目总线 你这个速度一定是统一的 对不对 那么采用哪种速度级别 那么你可以通过设置的 你这内部编程可以设置出来 波特率 得到一个总线 那么我为什么要采与 比如说为什么要采取125kbps 实际上你有几个考虑 第一个够不够用 是第一个够不够用的问题 也是这么通信速度 你发这个消息够不够你用了 如果够用就OK 不够用怎么办 你还提高速度 也就是一秒钟 你只发125kbps 够不够了 那发这么多字节 这是一够不够用 第二 与距离方面 你有多多远的传输距离 你距离远 那你要考虑速度降低一点 保证可靠性 距离近 那你速度可高一点 那么这里面就有两个 第一速度 够不够用 第二 你的通信距离怎么样 这样子来决定 你选择一个合理的速度级别 好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通信的这个协议 以及这个速度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关于这个 他们两个这个标准 那么这个标准里面 我们会发现 前面已经讲了 传输层里面 我们传输层里面 有一个叫做路由 有一个叫绘画层 传输层保证这个通信质量 我们可以看传输层里面 我们定义了一半 对不对 物理层我们 完全 物理层我们已经 进行了一些定义 那么这里面 数据电路层 我们都进行了一些定义 网络层我们没有定义 废话层 我们没有去定义它 对不对 好 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个里面 那么有些东西进行了一些标准化 标准化 也就是说 在这个圈圈里面的东西 在这个圈圈里面的东西 这个标已经标准化了 不管你又是哪一种CAM 你 哪一种CAM 也就是说 不是只是STM 是Alibe有的CAM 还有专门的CAM芯片 那么不管你是哪一种CAM 你这个里面都应该符合这个标准 你不能算意修改 也就是这些东西 应该都是严格遵守和实的 你必须 去按照这些标准去定义 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总线通信协议 这个11519 低速标准 那么高速标准和低速标准里面 他们首先我们来对比一下 在最高速度方面 11898 它最高的速度可以支持1兆 在11519 最高速度就是125 1815 是最高的速度 好 在总线的长度上面 11898 在1兆的速度 通信速度里面 我们这个通信的长度 就是大概就是40米 不要超过40米 40米再长了 有可能在1兆的通信速度下 就到达不了 正确的 不能正确到达对方 好 那么在11519里面 一个典型的标准 当40kbps的时候 它可以通信距离 可以达到什么 1000米 好 那么连接的单元 理论上连接单元 都是无限制 但实际上去使用的时候 我们发现连接单元 这个898的单元 最大就是30个 而519的20个单元 再大了 有可能会造成系统不稳定的现象 这里我们讲到的 就是一个通信的电路和单元 那么在总线这个TOP上面 总线TOP上面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叫做隐性 有一个叫做显性 这边也是一个叫做隐性和显性 那么这里要注意几个概念 这个隐性和显性是什么意思 那么隐性和显性 就是说显性就是说 当我这个总线上没有 平时没有信号的时候 空显的时候 它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特征 或者性质 我们称之为显性 那么当我进行传输的过程中 有时候会出现一种跟显性不同的特征 我们称之为隐性 隐性 那么显性和隐性实际上代表的是两种 代表的是同性的路者两种不同的状态 那么这两种状态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就很容易去借用它 怎么个借用法 我们将显性的 比如说我们定为一个数据 比如说我们定义为数 在这个看名就是这个定为数据为1 显性为数据为1 隐性我们定义为数据为0 对不对 我对这个东西进行一个数据的定义 那么显性和隐性之间进行一个定义 好 这个显性 注意搞错了 这个显性我们定义为数据0 隐性定义为数据1 注意 这里要注意 我这里讲错了 翻过来 在CAM中实际上是这样子的 好 那么不管是哪一样 你定义 其实你 你我刚才那样定义也是可以 不管你才有哪样 实际上你已经做了一种区分 所谓的什么区分 也就是说数据 我们知道我们在数据传输过程中 数据传输的过程中 一个位无非要么是1 要么是0 对不对 我们现在要么是1 要么是0 无非用了显性和隐性 那么分别每一种性质 对应一种什么数据 不就OK了吗 对不对 所以刚好这个显性和隐性 就能够跟这个数据的1和0 进行对应 那么就可以实现通信了 那么我们在这个CAM里面的标准 那么隐性是1 显性是0 好 那么我们现在要搞清楚 这个通信 它是要用到两根线缆的 那么这两根线缆里面 什么所谓的隐性和显性 分别是多少呢 好 我们来看看 在11898里面 当当什么情况 当这个总线 CAM总线的两根线 一个叫嗨线 一个叫漏线 高线低线 当这两根线里面 如果他们之间的这个电瓶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在电瓶之间变化 相差不大的时候 相差多少 电位差 在这里差多少 差-0.5到0.05这样的一个区分 这个区间的时候 我们称这样子的一个性质 叫做隐性 隐性 也就是他们之间的相差不大 相差不大 那么相差不大 那么什么 大家都正常的时候 大家都是2.5V 都差不多 都是2.5V 好 那么这叫隐性 隐藏起来了 不见了 对不对 大家都差不多嘛 不就隐了吗 也不知道哪个是高 哪个是低 对不对 因为都差不多 所以就隐性 那么我称为逻辑一 好 那么逻辑一的情况下面 如果是显性 那就是反过了 他们两之间呢 不是差一点点 那么之间有差的 电压之间有差 大概是1.5到3.0的范围差 典型的值是2.0 那么这个差是什么呢 高的比低的 比如说high的比低的一定高 比如说我这里最小的时候 我们是2.75到0.5 4.25到2.5都可以 那么这个之间就有明显的电压差 有明显的电压差 我们称这种性质就是显性 显性 好 这就是我们讲的11898的标准 那么115519的标准是怎么定义的呢 5151标这个标准是这样定义的 当这个里面隐性是什么 当低电压比高电压还高一点的时候 还高的时候 低电压比这个高电压高 高的这个范围的大概就是这个范围 那么这叫做隐性 当这个高电压比低电压高的时候 高多大范围 在一个正的区间范围 那么我们称之为 显性 这是519的标准 那么519标准主要是考虑到 更长的传输距离 所以它对这个电压 怎么办 进行了一个比较大的区分 你再看看这是负4.5 这是什么3.0 两个之间 显性和隐性之间的区别相差多少 相差4.5对不对 那么我们再看看11898的相差多少 一个是0一个是2 2.0点心值对不对 那么信号之间的这个 这个显性和隐性之间的差别只有2.0幅 那么在传输很远的距离 这2.0幅经常容易被干扰住了 对不对 2.0幅这个相差不大 所以难以区分 所以说11519它主要是考虑到使得它通讯距离更远 所以它将这个 显性和隐性的这个两个人呢 就拉开距离 这样子更容易去判断 就是接收方更容易判断是显性还是隐性 好 实际上是他们针对不同的应用 这是这是在底层的时候 所谓不一样定义 就是我们在这个物理和数据链路层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但是 使用是一样的 这位上层后面是一样的 那么接下来再看看 这里我们前面讲到的组杠 就是终端电阻啊 我不是讲的终端电阻 在11898的终端电阻点心的值就是120 那么在这个这个519里面点心的值是2.2千5 那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啊 那么这个这个终端电阻是避免这个信号回窜的用的 你比如说我这个信号 你不加电阻去连接到一个电源或者D的话 你直接这样子一个线这样子悬空在这里 显空在这里 那么会有什么呢 你这个信号传过来 传到这里之后 才会打回的 那么打回这个信号 那么这个电路是我传过来就像自动会打回 那么就会造成什么 或者说通过另外电路 电路去打到别的通道去了 那么这样都会造成干扰 所以这里必须加一个所谓的终端电阻干嘛 对它进行消耗 你这个信号传到我这里 我的你的电路消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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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没了 消免了 没了 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对别人产生堪扰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讲到终端电阻必须要接的作用 好 那么至于这个传输过程中是采用什么 这个双阻线啊 怎么还是采用屏蔽的还是非屏蔽的 这个是可以随机的 当然采用屏蔽的当然传输的稳定性会更好 那么在这个11898里面 建议采用这个是闭环总线 闭环的 形成一个这样子的闭环 那么在这个519是开环的 那么开环这里终端的时候又加电阻 这个闭环也是这样的 终端这里也有加电阻 是一样的 好 这就是连接的方式不一样 在物理上面大家要注意 连接的方式 那么你也可以 如果有经验的人 也可以一看这个连接方式 就知道这个属于CAM的519 还是属于CAM的这个898 也很容易去区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 那个519和这个898 你看 这个就是我们典型的120欧 那么它之间传用什么 回路对不对 那么这应该就是什么898的 那么这边这路 大家看到这边接的一个端点 这边连着2.2K欧 那么这边采用是开环的 对吧 开环的总线 那么这个什么519的 那么这里也定义了519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在通信的时候 正常的情况下 都是2.0 对不对 我们这里讲的这个蓝色的线 是这个 是这个CAM的high线的电瓶 这个打点点黑色的线是CAM总线的低电瓶 大家看到当这里大家都一样的时候 这是显性 这是隐 这个是对 这个是 这时候定义为逻辑一 这个时候定义的是隐性 隐性 大家不知道没有区别 就是隐性 隐住了 当直接突然拉开了 这个往上走 这个有可能往下走 大家 那么这里就形成了一个压 压架 这个压差 一个往上走 一个往下走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称之为显性 那么显性就为逻辑0 大家看一下 好 然后当大家都不进行 都没有的这个变化 没有什么去太多的区分的时候 又变成什么隐性 这时候逻辑 所以我们定为隐性为逻辑1 显性为逻辑0 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恰好对应数据的10出来了 那在通信过程中 这个519是这样定义的 当这个high 比这个low还低的时候 那么就称为隐性 那么这个时候是隐性逻辑1 当真正的低的时候还低 高的时候应该高的时候 应该比它高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称之为什么 显性 显性逻辑0 如果说再发现 本来这个low的又变成高了 然后本来high的又变成低了 这个时候又称为隐性 这是逻辑1 那么这就是我们可以发现通过这张图 告诉我们几大信息 一 cam总线的连接方式 大家看到两个线 连接对不对 一个蓝色的线 连一段就是high cm-high 一个就是黑色的线 就连接cm-low 然后在连接的过程中 这个high和low在898的时候 他们采用120欧的进行构成闭环回路 在519的时候他们不是的 他们是开环回路 中端链组2.2 那么在显性和隐性的这个数据之间如何定义 那么这里就告诉了大家如何定义 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这个cam总线 通过这个大家对下面cam总线的一个物理上的一个定义 应该是很清楚了 包括这个基本的一个信号如何表示 那么下这个我们就讲一下 就我有这个cam的一个数据帧 关于数据电路层 我们这个物理层已经讲完了 这是我们前面讲的就是物理层 物理层讲完 我们下次就专门讲这个数据电路层的一些关键部分 那么数据电路层里面主要讲的就是帧 几种帧的使用